哈喽大家好,我是Coco 我是超 欢迎回到新香月星期六 夫妻双双把家看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hady Canyon 是的 然后我们又要去看豪宅 虽然我们买不起 但是我们有梦想 也没有说买不起这么严重吧 其实我仔细的 把Shady Canyon研究了一下 之后呢 我觉得Shady Canyon 还是有一些大概 价格在500万到600万之间的房子 是完全在我们的 活力覆盖范围之内的 有活力覆盖范围之内的 对啊 所以我们想说 既然我们把预算放到这个区间之后 我们为什么不再把眼光放到 其他社区再看一看呢 因为Shady 我们传统来说 觉得它这个房子很大 家里都很大 可能1000万对吧 甚至好几千万 无法触碰 对无法触碰 仔细研究 发现也有516530 就是这个右侧的这些房子 右侧 它的这个间距呢 相对来说是窄一些的 它的那个占地呢是一种长条状 它不是说是那种一个比较方正的一个地块 就当然是它的一些缺陷哈 但是呢 它有价格放在这里咯 我们依然是我们可对比的一个产品嘛 嗯 ok 那我们今天因为没有open house 这种四五百万的 我们就是等于说喜欢来这个社区转转了解 然后我们看的那套是1400万美景 是是是 我们充满自信 决定去 决定去 看1400万的 没错 让自己的这个眼界放开一点 这边的那个房子进来 就跟那个大庄园似的 是不是 这个进门很好 是的 是是是 你看点到前面看看 站一下 就感觉 游泳池 然后这个 不是这个po house吗 还是有房子是连通的 连通的 然后你看那边就对着院子 天呐 它这设计的让人觉得很舒服 第四不出来了吧 嗯 第四季没有钱 简直了这个房子进来就是已经 对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但我们没有买出他的要求 这一个真的是已经被被被就是我们想要的房子 但是 老你看他一个小孩 你看他跟我想法一样 把这些边边角角的包的牢牢的 是的 嗯 他忘了这个小的 detail忘记拆了 没关系 我觉得不用拆啊 显得这个屋主很用心啊 你看每个都防假手的这种 对他小孩是对 他可能是小小孩哦 那他们还住在里面 有可能 有可能 哎呦 shady能有这样子 这种装修的 这个真的是太 这个我感觉它一千四百万 哦 这个中厨的用材也很好 你看 它的那个抽油烟机这些 它就是很多小的东西 你看这个是之前你记得吧 我们去Newport看的时候 人家说这是那种定制的 嗯 就不是那种什么kitchen air啊 Wolf那种 哦你看 有超长的driveway 这个超长怎么说啊 还可以 这还不能超长 你要它多长 一千四百万架 它就不算超长了 你这个人太挑剔了 挑剔了 挑剔啊 不马一个啊 它不是影院 我这里要拍下了 是什么 它是一个高尔夫的练习 哦 哦 影院加高尔夫练习场 哎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我以为这里是一个影院 对它是一个影院 但它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高尔夫的室内练习区 这个人已经 真的太 这个太适合我了 真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你想想你如果在这里看看电影 然后自己可以在里面挥挥干 我的天 真的太爽了吧 这个房子完全击中了我 但是我没有钱 你说再大声点好了 下次都不让人家 没事啊 我们已经告诉了那个 上次的句话就是在他的另一套房子里面说的嘛 对吧 现在已经告诉了我们的 我们的预算就是五百到六百 我们就是过来stop by say h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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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过来了解我们每一个邻居的 哦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太棒了 真的 有没有觉得有钱人的世界很快乐 嗯 怎么说呢 他不一定比你更快乐 但是他确实创造了很多可以快乐的机会了 有钱人的法指也会很高了 就是他很难快乐 哦 就是因为他拥有的东西太好了是吧 对 就很平常的东西 你看我们很屌兴到这里 哇这里就有个市的一个地方 就觉得很快乐 但是天天这么闹 觉得也没什么不快乐 对 是不是 他好多跟那一层两层 再往上 是吗 要主握 所以这个房间又是单独自己一层 没有人给他打扰 这是那边一个卧室 像主播干的吧 我老公今天你这个大长腿能不能等等我 我那房间还没 偏稳 你已经又跑到上一层了 我从这个位置看一下厅吧 你一定要我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景色稍微 稍微欠缺一点点 但这个房子的整个格局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 真的好棒 对没有任何问题 完全被击中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景呢 就是还是因为咱们这个耳湾这边 这个干嘛 对 别人说的嘛 Arizona view 他这个 你看他把这个亮光做在这个 countertop里面 就是不同的色彩的感觉 这有一种玉的感觉 你觉得吗 有点那个感觉 这个感觉 效果让人觉得很好看 有没有 这家人的装修简直是 长在我们的品味上 全二丸顶配 好漂亮 以后下次人家什么去到那种 Ultra Hill Oltair 说自己花了多少钱装修的 我真的 有土豪味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套房子是这种少有的 就是我们看的这种 一千万两千万的房子里面 让我们觉得 他又有豪华的感觉 就值 之前我们有一期视频是 去看那一千万你觉得不值 是不是 我没拍到他 Hello 是不是 这个你就是今天看完你觉得值了 因为有一些豪宅 会让你觉得华而不实 就是他看起来很豪华 但是用起来会觉得有点难受 这套房子属于又有豪华 然后就整个你作为一个 我们是比较居家 比较实用性的人 又很实用 让你觉得用起来非常的舒服 对不对 别做人家的家具 你都会皮不起 马上不理我了 这个是不高兴了吧 对我说事实不要做人家家具 我觉得你击中你的这套房 还是因为他这个屋主是个高尔夫球爱好者 是吧 当然有这个点 他在院子里也是有高尔夫球果领 然后他的影音厅那里又有室内的高尔夫球 就是你能看到这个房子它有人味吗 就是他把他的这个爱好和他的这个房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然后他每一个角都有景 对吧 你看他这个小房间出来也是 他是有景 但这套房子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来讲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景 他的景 不值 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他没有海 城市这一块呢 也只是说这块是比较相对工业的这块区域嘛 也不是那个海港景 我的看法咯 我觉得够够好了 真的 1400万 就这样的装修品质 配这个景 他就是他值的 我觉得 Jacklyn又是能够一周卖掉的 一周卖掉1400万 一周 我觉得这套房一周就没有了 很意外今天可以拍摄 嘿嘿 但是真的从这个房子里我们这样走出来呢 深深的感受到了什么呢 感受到自己气场不够 是不是 我觉得我气场挺够的 谢谢 我和他很合适 只是他 我只有在下编了那么多钱 我觉得我的气场已经和他很合适了 确定是气场 我气场1米9有什么不合适 我老公带我们来这个Shady Canyon的这个会所 会所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你比较熟 也不是Shady Canyon的会所 Shady Canyon这边的Golf Club Golf Club 对 但是这个跟你成为这个社区居民 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那是一个就等于说私人的高尔夫俱乐部 然后据说会员费可能要18万20万这样 然后还有两个人推荐是不是 对 就是没有人推荐也还进不来 应该是这样 好傻 那走到这个Shady的第二间 时间没有看仔细 它两点半才开 我们现在只能灰溜溜的去下一站了 现在下一站你想去哪家 去Nufo Cross的吧 看看咱够得到的那四百多是不是 485的那个是吧 是 OK 兴奋了 我喜欢看咱们价位内的 OK 我们到Newport Coast这间 这棵树在整个房子的正中间 您不觉得很有趣吗 有趣在哪里 它就好像 就像一个人一样嘛 那个你在那里整个脸中间 放了一个东西 绑住了 就整个脸上的一颗痣 什么这个意思 那不是一个痣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片痣 刚才看过那种进门 在看这种进门 好像有点小到 价格 小到有点爆炸 这只是人家的领头 这个是刚才领头 领头 对对对对 刚才一千四 这个四百多 这有一个书房 好黑哦 好暗哦 这应该不是我们墨镜的关系 是不是 我想试的 书房 中庭 然后后院几乎所有的位置 都给了这个泳池 那占地应该是比较小 当时占地看好像是六千多 还是七千多 但这个品质在这边就是报价 四百八 四百八 以前都只有三百六可能顶死了 嗯 哎 现在这四百八是这个 我们可以坐到这个两个椅子上 想一想 你可能屁股会烫伤了 真的很 很 你看他那个太阳直直地晒在他的泳池里 哎呀 怎么说呢 一般来说是 你觉得这个是你家的感受 才会坐下来感受一下 这个 这你又不喜欢这套 也没有啊 那人要现实一点嘛 你现在只有这么多钱 是吧 你喜欢的买不起 买的买得起又不喜欢 那人不是一直很拧巴吗 哈哈 哈哈 OK 我们举着 举着两个相机 那既然这个是在预算内 就感受一下 预算内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 嗯 是吧 就是怎么样去接受它 就是现在四百多 只有这样的品质 我们绝对不能有那种圣女的心态 知道吗 你看圣女怎么成为圣女的 大部分觉得自己特棒 是不是啊 他能看得上男人呢 看不上他 他一直在等待一个 他又看得上别 又看得上他的男人 这个就叫做错位了 嗯 我们结果就剩下了 嗯 很多人买房也是这样啊 一直等啊 是不是啊 等他降价 不降 越来越买不起 嗯 咱们能不能在圣诞节 就办到自己的新家 我觉得是很难的了 咱们在明年的圣诞节吧 不要在人家 就泳池这里搞了 上去吧 开完还有好几趟的 哦 就当时我们跟这家经纪人合作吧 那时我们妞破一个客人买的就是他们代理的 拍摄 我会给你一个提供的提供 好的 我会给你一个提供的提供 我们可以去看它 屌滑的人 每次我们去谈价格呀 要干嘛 他们老外全都是这样的 就是哎 你先别跟我谈这些 你把offer写进来再说 是不是这样 没错啊 争取大家的时间嘛 空谈有啥意思 对 绝不空谈 你看嘛 这个主卧正当中的这颗梁 你不觉得咱们俩睡在那里 就感觉好像要 不是 一批为二 就感觉要分开的感觉 确实睡觉的时候 我不选头上有一个这样的重物啊 会有一种很没有安全感的 对 一种感受 这个真的是老外不注重风水 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我们其实会做loft嘛 对吧 对 他们自己搞成了这个健身房 但是他这种格局的采光真的好弱 而且你看他的窗户多少小呀 这应该是一个联通式的吧 还不是 是的是的是 我们看房已经看不出激情来了 是不是 对 因为就是我说的嘛 我们的法值提高了 我们先看这种480的 这种四房三玉 有一种看不出什么感觉 哎 怎么办 这真的 可能要被剩下了 郑女 剩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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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肥哦 真的 就是这一类房哈 看了一点感觉也没有 就是一点想花钱的动力都没有 是不是 嗯 就想把我们那个钱花出去的那个欲望 嗯 没有 是的 那没关系了 我们只是没有找到 是否我们的那个 要命了 这个我们这个买房就做到这个 这一套就到这里了 这一套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看下一套吧 两点半那边应该开放了 开放了 我们这边再看一套再回去吧 OK 没问题 嗯 OK 我们到这间 这间呢是我们夫妻两个在那个 应该是前面几期看房的时候看过的 所以我们是第二次来看 是的 为什么要来看 我老公刚才问我 因为他降价了20万 是的 所以呢我要冲进去 从五六九到五四九 四九对 但是如果这套房到五百万 嗯 是划算的 Newport Coast五百万有海景 它二楼有海景 哈哈哈哈 而且当时我们是很喜欢这个driveway 是不是 呃 你看吧 这是人又成长了 但我们看了这么多再回来这个时候的 又觉得也就这样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又移情别恋了 也不算移情别恋吧 它当然这个价格还是放在这里 对不对 刚才那套485 这一套540 我认为这套比刚才那套优秀太多了 虽然他们的差价只是60万的差价 我还有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记住我们 你知道吗 这个买家来看第二次了 我谈的那个offer 如果我发价格offer 是不一样的 就和你来看过一次 和你来看过两次三次是不一样的 嗨 OK今天来这套房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会去这个listing agent 在另外一套八九百万的房子里做open house 我们去跟他碰个面谈价格 然后我老公说这个房子离那个 对啊 比那套我们看中的那个totalridge 等于说离海哥更近了嘛 对吧 衣服衣服靠近 这个有一种那种关机的声音 我这个歌声可能关注朋友们要脱粉了 我说这个风声 OK我们去一个会一会啊 那个顺便看一下它那边那个listing 八百万那个的 我们现在去看下一套的路上 太美了 那你看这样的风景 就说回刚才第一套1400万是吧 为什么说1400万它的弱点就在于它的景色 开门出去是荒山然后呢有一定的城市景色 你看这边这种能往卡特利纳海岛 然后呢这个看整个新港的这个海港 那这个景色我想说是有很大差异的呀 它的价值就有差异啊 哇哦这个好美这个开展 你看这种开阔的这种有山有海 然后再有城市景 完全不一样 一个老头 有山有海有帅哥 吐了啊吐了吐了 找帅哥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不是搞到80岁都看不腻吗 搞到80岁 注意你的措辞啊 搞不动的 这段能不能播 不要播 这段可能要被违规 你看被吓得连转弯都忘记了 哎呦吓死了 又到这个社区了 这个社区我们觉得它的风水也不太好 我们去开门房子 就个人喜好了 我们确实好像从我们个人的直观感受 一种直觉啊 觉得我们好像和这里的这种风水气场不是很合 不是很合 像刚才那种很居家式的好像就能够碰到一起 对我们其实不是那种好像很可能是还是气场不够吧 你可能气场够命够硬的人就能压得住 压得住 压得住这里 我们喜欢那种暖一点的温馨一点的那种感觉 像刚才那一套就是这样 叮叮叮 近来漂亮是归漂亮 但是这个真的就 其实这里的整个size跟shady也很像的 这个每套房子的这个大size大lot 是不是 嗯 但是这里没有人气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点人气也没有 然后你看这个社区出来很多破产房 嗯 就比任何的newport coaster的其他社区出来的这种full closure啊 short sealed啊 就要多 是同意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莫名其妙的奇怪 那可能就是有风水的问题 嗯 风水东西你信也得信 不信也得信 哎呀 真是 门抬后很nice啊 6号 可以 进门还是 相对来说 不错的 但是 他是一个 露冲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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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得直降一百万才有人接吗 你觉得呢 我都说了 只要你命够硬 什么东西很不 handle不住呢 这个 关键要命硬 反正我跟你说 咱老钟是绝不买的 和这个刚才三十四 三十三shadowcast的agent聊了一下 感觉好像价格上还有一些room 但是我没有在里面录他这套 这套九百万没有海景 又是露冲 我老公拍的很起劲 我根本不想拍 这有什么意义 一个露冲的房 九百万 就放在这里就是站岗的 肯定是销售不了的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套 对啊最后一套 刚才我们在车里耽搁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coco余女士 呃 其实有点有点激动 因为我们还是在探 其实我们也跟我们的粉丝一起探讨了 你看我们现在回到我们最初做这个夫妻看房的一种形式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摄像机 然后我们两个都在这个镜头里面做一些这种对话 而那但是呢我们也有尝试一种就是互相拿的说来互拍这样 互拍呢有时候就会造成画面以及我们对话的这个错位 以及那对话有谁主导在能不能答画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了 我们的初衷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做的更更精彩 大家愿意看 是不是更有趣 然后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 anyway 主要是拍着拍着 画面拍着拍着 发现他人不见了 拍他发现他是地下室了 手位太飘忽了 凌波微步 腿太长了可能 就人不见了 然后我说我在那里介绍着后院 想让他一起跟我去后院 然后他这个人先跑到其他地方说他其他的东西去了 是是是是 就这种感觉这个画面就很乱 今天的画面就很不乱 我问你过来看这个 你过来看这个长廊好有特别 你拍一下这个长廊 你有没有觉得 这样一流看过去 然后穿过去之中看到了后面的这个喷泉 他的这个车裤也挺有意思 是 他是好像独自己就这一个进来的口子 有些这样的院子的感觉 我们要不要先把外面看一看 还是先到里面听你的 我们跟着镜头走 跟着导演走 我们只是一个群众演员 现在又在这里搞成这样子 因为很不满意 没有很不满意 就是尝试不同的形式 就在那边走 因为他说实话 他呢因为他自己的那个频道 他也想要自己放点自己东西 他喜欢拍他自己喜欢 他把他的摄像机拿起来 他就不理我了 是的 就完全不理我了 我就今天跟他发脾气 就发这些东西 他算几车位啊 四车位 四车库 先拍后花园吧 对啊 你case人家到里面 人家越来越停下来 是不是 反正拍一点院子 这个三角梅能种成这样不容易 肯定啊 这需要花 这样花很多时间 不是你看 他本身这个是这个花都没有的 他靠这个三角梅这样撑住 那这个好像很高技术含量的样子 真的 上面完全没有一个附着的 这么一个横梁 他就是这样子给他关上的 漂亮 这个 这个今天最后这套还挺靓丽的 我觉得这套房的花酱 得收900一个月吧 不知道 那说实话 如果不给我900 我不会来的 哈哈 这么大个月头 这么多树 你看这个我们比较功利的看法 就没有看懂啊 你看这个后院地这么大 他不做泳池 只做一个超大的喷泉 嗯 这个喷泉 还算有什么山景哈 没有什么海景 也不太不太算有山景啊 因为他的山景 这个山有点挡住 他不是很开阔吗 院子地挺大的 但是 都不太能说有景色这样子 地真的挺大 但这种用的方法 就和我们的想法差好远 来一名 你可以照一下整个这块地 从这里 一直到那里 是不是 他有很多种使用的方式 他用了一种 可以说是最浪费的方式 中间一块做了一个超大的喷泉 其他地方全部是绿潮 你看那两个人了 我看到了 你想我们做的话 也许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 可以说比较大的嘛 对不对 然后一块做一个烧烤区 然后做一部分的 做一个凉亭嘛 嗯 是不是 然后这边呢可能会是一个孩子的游乐区 他好像很喜欢欧式的这种 你看那个板凳这种 一些雕塑 雕塑 就喜欢买这种 是的 对你说的刚才那方法就是功能性多一点 对吧 小朋友的游乐区啊 BBQ啊 嗯 他是很单调 他就是以植物园的形式在做 可是他植物也不丰富啊 你不觉得让人有点费劲吗 他就是大面积的使用这种种种植草 草皮 植物不丰富 你看看这些树 这你你你抱出来 来 你能够抱出来几种树 你给我抱 我不 你看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绿色的这个这个 这个花园的这个构造 还是蛮花心思的 对啊 我说说他按植物园的 他其实树种做了很多 你刚才说很单调 我觉得不单调了 可是那边大片的草皮不单调吗 那大片的草皮吧 只是说他可能最后种完树 他如果把大片那些草皮都做成像这样子的花道一样的 像花园一样这样子来做不同的小径 那我不同意 OK 因为他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面积的 因为你全部后院都是这种的话 小孩也没地方跑的 就我觉得 而且呢有可能是这大哥树花了太多钱 最后剩下的一块地没有议算了 哇哦 OK 我们去前面 我觉得咱把院子先 这是一个无法反驳的理由 咱把院子 很有可能 你像美国人 我们这买房的 很多都是先住进去 慢慢装修 然后装一点 试一点的 嗯 嗯 这里有个种菜的菜园 是吧 这个妈妈会love it 说不定她在这酿葡萄酒咧 这好像是葡萄藤吗 我不懂 是不是 看上去像是 看得像哈 也不知道 不懂 那网友 网友给出意见了 嗨 就觉得自己的房子漂亮到极致 这个欧洲小镇风格 完全就要keep它现在的这个style 它不允许那种contemporary 现代风格 就是我们现在卖房常用的这个 或者也可以配一些跟它风格比较新的家具 它也不允许 不允许 但我们的专业建议 当然是跟现在listing agent是一样的 就按照这个时代来布置 是的 因为你卖给的屋主是现在这个时代的 一代人的审美 但是他如果这样不做的话 就我们经常说的 如果个人社采特别浓厚的房子的 卖就很难卖 然后第一任屋主 第一个listing agent很有可能是炮灰 很有可能 就是 就是他等于要用市场去验证 说服他是错误的 就是要市场鞭打那个屋主 要是屋主要知道 你看你不懂就卖不掉 就这样 对然后呢但是他们又会产生争执 然后呢这个 然后他就被炒掉了 对就被炒掉了 就是屋主不可能像经纪人低头 所以说我错了 所以我先把你炒掉 他立刻像第二个经纪人低头 也不像第一个低头 是的 他不得承认自己错 不可能的吧 所以这种反正我觉得 估计得站岗了 所以还是错过我们自己卖房 你看为什么我们自己房子卖的很快 Coco这一点做的很好 Coco每一套房子他都坚持要做station 要做 然后第一次做的不好的 我都要撤 撤掉重做重弄 对 就是一直在改正 包括今天其实像你说的 我们这今天这个看房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遇到了很厉害的 Jacklyn 是是是对不对 就是整个shady can 就是他就是老大 是 然后我看他穿的也很elegant 我要学习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不是说偶像吧 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 然后他很多的珠宝啊什么的 都戴在身上 让自己觉得很有气质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South Coast Plaza 给我添置一点这个东西 有没有带钱包 真的没带钱包啊 今天 首先 对不对 要又又又把自己提升到那个level 是不是应该先投资一下 有道理 那我们今天这个夫妻看房视频就这样 反正通过这些看房 看这些高级的listing 高价的listing 对 我们自己也是除了买家 也是一个自己提升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 对 过来跟这个同行业做的比较好的 这些大咖的 他们怎么做的 怎么搞的 那有一天也许我也能够有一个listing 它是一千万美金的 是不是 就看你们的了 I will be ready for that 下一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